您看到是民进党将在下个星期一 要开始进行党内总统初选登记 不过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这时候却提出可以先做民调 赢的人登记 输的人就放弃力挺 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 应该就按照中职会的时辰来走 吕秀林也认为 不应该为了一个人一句话 改变会议结论 一身绿色套装 蔡英文有备而来 参加台教会学者 和多位中研院院士的力挺记者会 不过学者们得先严格的口试测验 问问蔡英文准备好了没 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说 我们在第一次执政 是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不过经过这三年的总整理 再加上十年政纲跟智库的成立 我们也试图在我们下一个阶段 开始之前 把今天的政策做了一个总整理 各方支持最多是很好 那最重要的是民进党要得到人民的支持 才能让民进党有机会执政 学者导向蔡英文 苏文昌则寻求基层民众的温暖 到宜兰学习做电火球 稻草人 只是动作这么多 却一直不表态 因为苏文昌还在努力 赶在下星期正式登记前 促成党内有意参选总统的人 先做民调 赢得登记 输得放弃 这个就是在上次的领袖会议上 人家提出来 就是希望能减少竞争 减少动员 那都同样是做民调 就在登记前 如果做出来 也可以减少一个大家这样子的 过度的竞争 那我觉得很好 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整党的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 那也不是几个人坐下来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希望 我们还是按照中指会所设定的 这些规则跟程序来进行 大家比较困惑的就是 好像今天有一个办法 搞不清楚 全代会也都通过办法 那中指会根据全代会的决议 又通过了民调的办法 那现在这个意思就是 也不要真正的民调 那任何一个人的话 都可以推翻会议的决议 这是我自己觉得 我没办法了解的地方 每天一个调子 所以我现在也搞糊涂了 我不知道民进党 那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先做民调再登记 蔡英文 吕秀莲都投反对票 这下子两票对一票 少数服从多数 2012之争要用初选来定胜负 恐怕是免不了了 女士新闻综合报道 除了 就像我一样的